主料,苹果300克,鸡蛋40克,辅量,淀粉,面粉,豆沙馅,白糖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苹果洗进去皮,挖去过河,切成厚约0.3厘米的片,苹果片两片一组,将豆沙涂在其中一片上,然后把另一片盖在豆沙上面,轻轻压紧, 将搅好豆沙的苹果块沾上面粉,鸡蛋轻打散搅匀,放入里烧淀粉,半圆成蛋液糊,油烧至温热,将苹果沾满蛋液,放入锅中炸至鸡黄色即可,捞出控制多余油分,吃的时候可撒些白糖,烹饪技巧,如果不是这本古老的菜谱,从来没想过可以把苹果炸了吃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